像足球这种就是团队合作 然后又讲的是战术 然后配合什么的 真的看上去就非常的过瘾了 好像中国这方面的球类都不太行 所以这个集体项目和个人项目的很大的区别 这种个人项目就是完全你的个人能力 你的判断 你的技术 你的临场发挥 脑子的应变能力 这个就瞬间打脸 中共的那句话叫做 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 神经病 你就是没脑子的人 不可能你站上去你都会发抖 几万人看 头脑简单 你就像我们在东南亚在印尼的时候 那个场地基本上就在你三米后面 就是很近的地方 它就又唱又跳你知道吧 它就影响你 对啊 它就影响我 然后他们还又 比如对方进攻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节奏 就是那种节奏 它打乱你的步 它打乱你的节奏 对啊 观众它也是比赛的一部分 对啊 对啊 因为你这个 它不像网球 你是只要一开始发球了 你必须安静 对安静 这是规则 你必须都得安静 你毛球哥没有这样 所以你就各种的应变 突然有一个人叫了一声什么的 都有可能啊 所以你这个整个的思想脑子 绝对集中精力 绝对是集中精力的 你走一点神 你这个球就没法打了 那张英姐 我想问你一个 直击灵魂的问题 就是 就是你们当运动员的时候 你可以吃什么烧烤 炸串还有麻辣烫 什么的 对啊 那个 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 所以这个 郝董一直说我们就是业余 对啊 就是这样 对啊 共产党里面的 他们这些都是业余的 对吧 他们只是专业 专业对别人的业余 像我们这个到职业化手 不可能你说的这些什么串啊 什么这些 碳水化合物 有些东西就喝那些可乐啊 这都不允许 其实在这方面肯定是 就是他们都不懂 根本都不懂 教练也不懂 啥 那什么你吃 叫你还多吃呢 我们那时候真的 我现在想到我们那时候 真的太傻 比赛 比赛前还吃个午饭 比如我们下午比赛 然后那你不得吃饭吗 你吃饭还 那个什么猪排牛肉 多吃点有劲 但是其实是 不好的是吧 比赛前 比赛前你要 四个小时之前 就不能进食了 而且你要吃的话 你就速的 你吃肉 你的消耗 你本身体身体要去代谢它 对你来说 也是一个消耗负担 然后你吃这些肉类的 我告诉你们 共产党这帮孙子 就是一群傻子 就搂的就是 一群标的 傻的我们说的标的 你就根本 对于我们来讲 就看见他们这些傻 就是傻叉 就是搂 就是他们什么都不懂 我告诉你 你看见他们这些 什么冠军 什么奥运冠军 什么这些世界冠军 什么这些 上面一群傻子 真的 就是他们没有在职业赛场上 没有在市场经济里面 摸爬滚挡 跟世界整个的文明 都是脱轨 脱节的 它就是一个机器 运动机器 就是这群傻子 就是有病 就是感觉这帮人 妈的脑子坏了 就是这种 就什么都不懂 但是他们都趾高齐扬 一本正经 完了讲得头头是头 哇塞 他们 因为他们云不知道 对吧 真的 无畏 有时候无知 无知无畏 无知就无畏 你要说他不会 他能学还好 他们不会的 你想想 他们都是世界冠军 他能听我们 这个亚洲第二的讲吗 不可能 他说坏东西 你们那个破成绩 对吧 不行 我能听你的吗 对吧 你开玩笑 对吧 这得练 三重一大 早上得出早套 一天三晚的三练 对吧 你们一天就练两小时 那怎么行 对吧 得练十 二十个小时 对吧 那时候我们 就是说 赛前就运动前 两小时 不能吃东西 不能吃东西 对 但其实你 还得更提前 而且就是最好的 你是基本上 你比赛前 你就这个前 半个月 一个月的什么 你要真的准备 你基本上 你就得 吃素的 多一点 你不要吃那么多肉 就像他们 连喝的饮料 都自己买有的 你想想 怎么扯战 球呗 你说 我们都是 都是饮料 对吧 喝什么都是 对一里对 是的 天哪 世界冠军 应该是很精准的 对啊 精准干屁 他们 我告诉你 球呗 他们就是一群 就是所谓 飞着包丽 只是他们能赢别人 为什么 他们十岁就打 就像我们十岁就打 老外人家上学 人家是个业余 对吧 你看看人家的职业化 对 网球 足球 篮球 你赢赢人家试试 对吧 你弄一那么 乒乓球 全世界的乒乓球桌子 没你一个省多 对吧 人家都业余的 瘸腿瞎们眼的 当健身 对吧 就打你得意冠军 你说 对吧 这个道理你明白了吧 就怎么样 这些共产党狗屁也不懂 这些人 一群傻子 他们教的东西 都是害你的 全都是错的 就像说 比赛之前 多吃点有劲 对吧 没有任何的恢复的 这些东西 包括运动饮料 包括真正的科技手段 所谓的就会吃点 兴奋剂 对吧 你就像 其实 咱们的这个 作息时间 就从早上 八点一刻 就是要去训练了 就是你要到场地上 去训练了 然后八点半 就是八点半 正是开始训练了 八点一刻 你就要往场地走了 就是去准备了 然后 你几点吃饭 你几点吃饭 你七点钟起 你几点 然后洗几瘦 然后去 你晚上几点睡 提前 基本上就一小时 你说 你早上你吃了 你刚吃完 你就去运动 其实都是伤害身体的 这根本就不是 对 对这个 跟 跟 其实跟 而且他的 而且他们把 国家队的训练 当成了孩子们的训练 青少年 对吧 青少年你可以时间长一点 所谓的 就是比如说 你这个 稍微的就练个基本功 你可以稍微 长一点 对吧 他们一般的小孩 就像足球 这个 老外很早就开始 有这种俱乐部了 六七岁就有了 人家有比赛一周 那一周 他们就训练个三次 对吧 如果我们 如果没有在国家队的话 就是说 你 你那时候只在省队的话 那时候就 一年就两个比赛 一个是 一个是 上百年 是下百年 全国比赛 一个是 全国单向赛 一个叫全国团体赛 就基本上两个 但是如果在年轻 年轻年龄小一点的话 你再参加一个 全国青年 这个比赛 好了 没了 没了 你说你干什么呢 你养着这帮人一堆 对吧 所谓的举重 有的 我告诉你 你别说 他上半年一次 下半年一次 有的 举一把就没了 他上去光照 一下 对吧 没举成 好了 上半年 没了 对吧 你下半年再去举一下 没举成又完了 对吧 因为他就是比赛 没有什么这种联赛 他就是上半年 对他没有把它形成一个系统的 这些话 我们之前一样 足球在甲A之前都是一样 我是88年 18岁就打了甲A的比赛了 当时才12个队 上半年一次 下半年一次 他们十天打五场 隔一天一场 都土场地 踢完就完了 对啊 18岁吗 我当年打 不是选你第一次 对啊 天哪 八场 八场还进了 八场还进了五个呢 所谓 但是 怎么扯淡了 上半年五场 下半年五场 打完完了 隔一天一场 足球比赛 这都88年 你想想我18岁 就踢过这种比赛 但是呢 这帮孙子告 我们体能不行 对吧 郝海东不能跑 你大一个 我18岁了 我隔一天都踢一场了 最后了 我踢到国外队了 对吧 最后你总结完 我们输完球告 郝海东体能不行 是吧 这就是共产党 反正他们也不管别的 你必须得赢球 对 赢了 你什么去吃喝 耍流氓 怀孕 什么谈恋爱 什么这没人管啊 你只要能替他得冠军 你得不了冠军 而且是奥运冠军啊 世界冠军还都差点 对吧 你怎么着都行 他这次 他报金牌 10块 10块金牌 我靠 你能得两块 我靠 你要是说 我不好好给你打不耐 他得求你啊 什么李永波 李富荣 什么袁伟民 这些两个王八蛋 都来给你跪下啊 我求求你好好打了 对吧 因为他没有政绩 他就下课了 对吧 他所谓给你的这些 什么不许谈恋爱 不许留长度啊 不许这些 都他妈扯淡 到那时候 对吧 我前两天发了 我说邓亚平 你怀孕 流产 你都没开除 你平方球队 那些谈恋爱的 羽毛球队都开除的 所谓啊 他们说纪律性严明啊 我们有了好成绩啊 是因为我们纪律严明 连谈恋爱都不让 不扯淡吗 球迷 你想想你们 这帮孙子 邓亚平那次 为什么哭啊 有一届奥运会 你们 老百姓哪知道 以为他激动的哭 他妈扯淡 他那是怀孕 打完胎了 萨巴兰奇那次 给他颁奖 他顶了多大的压力 他们对吧 这完全泯灭人性 什么没有人性 完全没有人性 对啊 这帮孙子 你去怎么查的房 对啊 他不一样吗 怎么谈谈恋爱了 你不是纪律严明吗 他他们都怀孕了 你怎么也不管啊 对吧 那有没有 是吧 所以这些共产党 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骗老百姓 怎么简单 我们都是 亲身经历 对吧 我有名有姓 有所有的人的东西 是吧 什么体育音乐 你们大官的 你们这些 所有的人 我们都是曾经的 亲身经历 是的 我走边 我跟你之前讲的 是吧 你以为那英那个 对吧 你就像周兴 他不是一样吗 对吧 你想念卫萍去 搞的那小女孩 去找那个繁荣 对吧 你看我把这说出来 对吧 念卫萍你来告我 对吧 繁荣怎么说你的 是吧 对吧 那小女孩 你想想没人知道 我不说 老百姓哪知道 说念卫萍 还去弄那个小女孩 他叫繁荣 是吧 他又不是什么 有名的人 对吧 那你去说说 这帮人 道忙而然的 这帮孙子 是吧 就是这样 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想问赵英杰 就是当时 就你在 你是运动员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经常 就是教练啊 他们还有其他人 就是经常POA你啊 就是POA就是 给你洗脑 然后让你就是 精神上控制你 然后让你听他们的 那种 就是被POA了 那个什么 让球 奥运会都让球了呀 对啊 他们是很多人 就是各种 各种POA你嘛 就是你宣扬 就爱国主义精神 你要为这个 国家利益 高于一切嘛 就是这样 但是其实你 其实如果是我的话 就是如果我不参加 就是我没有听到 郭先生讲这些 我会觉得 他们讲的有道理 就是我 我会容易被他们POA 那就是这样 小时候就是这样 对啊 对啊 就是这样 而且你能跟教练 上床了 你还挺高兴的 对吧 你感觉 你被这个教练上床 他能单独 再扶导扶导你 他能让你得冠冠 你为国家争光了 对吧 按他们的道理来讲的话 是吧 你跟毛主席睡觉 你能给他献了身 那你是为党 为国家 为人民做了贡献 对吧 你让主席身心愉悦了 对吧 你们这些 真的 没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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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就像七哥 像我们这些人 如果坏 那真是 没有 就像我们当年 如果坏一点 坏起来的话 我今天不可能 坐在这儿 还灭共 我们坏起来 肯定逼 对吧 比那些人坏 他们才 对啊 我们多早挣钱 我们多早知道 这个市场经济 我们多早认识女孩 对吧 徐明那些傻的还拿钱 我们是凭自己 凭这张嘴 对吧 就是凭脑子 真的 就是这儿去 就像你刚才说的 我们会知道 操纵你的思想 操纵民意 所谓的POA 对吧 所谓的什么 控制你 一定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太小 就在社会上 就在市场上了 你们这些女孩子 随随便便 对吧 就被我们这些人 共产党随时便便 把你们玩弄鼓掌指着 而且你还得感谢他们 真的就是这样 你最后了 你还得谢谢他们 因为他们给你 所有的东西 都是让你感谢他们的 而且让你处在一个 弱势的东西 他不知不觉当中 就把你塑造成了一个 他们需要的女人 女孩子 而且你们会直接 互相的恨 互相的看不起 互相的最后 抬着这些男人 再去干坏事 对吧 你看见了什么 杨兰他们这些人 都是这样的 是吧 杨师的主持人 这些歌手们 都是一样一步一步的 被这些慢慢的 弄成了运动员 一样啊 对吧 你看看最后 站在光鲜亮丽的这些 颁奖礼上的 主席台上的 对吧 从他们的教练 李灵魏开始 对吧 他怎么就 找 也知道找做生意的人 不是 他们家嘛 他老公他们家嘛 不就是当官的 做生意的吗 对吧 他公共员是 北京市的 对啊 对啊 他也知道 得找个 对吧 大官的 所谓的官员的家里面的人 是吧 北京市的一个领导 对吧 完了 他的孩子都有加油站 最早 对吧 完了 开发房地产 是吧 你看 这就是真正的现实 对吧 共产党要去 来去控制你的 从你运动员 所谓的唱歌演电影 所有的这些什么 那个 还好 真的是 就是感谢所有的 包裂革命 就是你的家庭 父母亲 也感谢 包裂革命 对吧 新中国联邦 有这些平台 还能让我们这么 自由自在的 大家抒发自己的看法 对 我很想知道 是就是 你们是从什么时候 意识到这个事情 就是 就是他们是在PUA里 就是想要控制 你们的思想 你们是在就是 你们 大概就是20岁 还是 就什么时候 就有这个意识了吗 感觉 他们是在骗你 共产党 对就像我这可能二十多岁 三十岁吧 三十多岁 什么的 三十多岁什么的 因为就我们太早 向市场经济了 就是而且很 他们操蛋的共产党 就是他们来去 指导你的业务 对吧 你就很 对因为 刚开始是觉得烦 对那时候 对那时候就是觉得很烦 但是没说 你说的什么控制思想 这种 没想那么透 对因为你是没有自由的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那时候 你自己想去干点什么 你是干不了的 对吧 你说你要出国 你自己比如放假了 我想出去玩 出国玩的话 你没有私人护照的吗 对我们都没私人护照 因公护照 因公护照 对那时候办私人护照 然后你要办私人护照 那你就得到体工队 那时候叫体工队 现在就叫体育局 你要去体育局的一个 什么科室批 然后批准以后 你拿那个 然后再去公安局办什么 就私人护照 那你要是他 你得罪了 他不给你批 你护照都拿得出来 护照都没有 你想比如说我退役了 我跟他们生气 我跟他们作对 不给你 我说我出去国外打球 不给你批这个事 你出国都出不去 你们属于是国家资产 对 我八一队的时候 护照一直放在八一队 我每次要出国 得到总政策部主任 余永波那批 你拿啥护照 对吧 国家队你回体育总局批 对吧 八一队你回总政批 你批个屁 你出个屁股 所以那时候 只要我一会 我觉得你根本就没有自由 你在那个体积 你都得要跟他们搞关系 看他们脸色 还得拍马屁 这不就控制你吗 对吧 你这帮共产党 这帮孙子 对啊 你这帮孙子 你告诉我 我是人民的主人 人民翻身 当家做主人了 我靠 我连出个国 都还得求你们 我那帮去趟 香港还得变方证 你们这帮孙子 就告诉我 都翻身做主人了 不胡说八道吗 对吧 这就是他最终 要走向历史的垃圾堆的 最终的原因 他最后了 对吧 历史往前走的时候 他们都会被淘汰 都会 是的 好 鸡盘你那边准备好了 白胡 好了吗 告诉你唱不好 唱不好 今天 来 我们就哼了 试一下啊 那个 张颖姐会不会唱 就是让郝董事件 他的愿望 行 没有好好的唱 只是 我只是哼了 一起唱啊 一起唱 大师 这个Q妹大师级 哪有哪有哪有 不是伴奏归伴奏 他唱不好 歌手那你没办法 这歌手的水平就这样了 我靠 大师给你伴奏 大师 啥师的 你歌手不行 你这啥伴奏也不用 共产党这把老大妈妈唱 你谁也来 你要努力 你要努力 咬牙 我靠 门前冷静 我靠 这么扯的 压低 我的 这共产党讲了一笔 屁话 你对我 他这帮斯诺 我们就玩 好 来玩 赞的啊 告诉你可别给我结 结下来 这个 你来第一句 我找一下 来 我是一只修行 千年的虎 千年修行 千年孤独 夜深人静时刻有人看见我在哭 当过阑山处可有人看见我疼 我是一只等待千年的虎 千年等待千年的无独 滚滚红尘里谁又种下了爱的骨 茫茫人海中谁又喝下了爱的毒 我爱是你这一体无比寒窗孤独 离开你是你全静奔提鸣 狂号花朱 能不能为你再挑一只鹿 我是你千百年前放生的白雾 你看一眉飘飘 你看一眉飘飘 一眉飘飘 海市山梦都化作虚无 能不能为你再挑一只鹿 能不能为你再挑一只鹿 只为你音乐时的那一次回顾 你看一眉飘飘 你看一眉飘飘 一眉飘飘 天长地久都化作虚无 哎 我刚才体会到了啊 郝总跑了 然后又回来了 我真是有这个本领 好 第二个按钮 好 我是一只等待千年的虎 千年等待千年孤独 滚滚红尘谁又喝下的毒 满满人海中谁又喝下爱的毒 我爱爱你 怎么讲这个他懂 独独 离开你是你长青鸣包 一年东方花竹 能不能为你再挑一只鹿 只为你音乐时的那一刻回顾 你看一眉飘飘 一眉飘飘 天长地久都化作虚无 可以吧 不能为你再跳一只鹿 只为你音乐时的那一刻回顾 你看一眉飘飘 一眉飘飘 天长地久都化作虚无 可以了 很好 来种 这个可以可以唱一首 今天正好中秋 月亮代表我的心 对最后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祝所有的战友们 还有中秋 对郭先生 还有我们的叶昭穎女士 哈雅东先生 Super还有我们背后的Ryan 中秋节快乐 祝大家合家团圆 对张英姐刚才还说过 好像 你今天你今年是有做那个鲜肉月饼吗 月饼 他想做 想做 然后 哈哈哈哈 对 对 郭董阻止了 对他他 他 怕累着你 哦真的吗 他有多爱心 他有天赤 你知道吗 啊 这个我要是做事情多了 因为他不干活嘛 所以他怕我说他 你这不干那不干 所以他干脆叫我也别干 这样子 这样子 对两人一起 你知道吗 女人就是没事干活 哈哈哈哈 主要看他两位 主要看他两位 真的 天哪 啥口你理解都错我的心意 哈哈哈 对吧 我主要怕你辛苦 怕你累着 哎你不要干了 不是你说的哈 你老干我不干你说 这也不存在 你真想多了 一毛一毛一派灰 哈哈哈 绝对是满屏的爱一样 好来我们 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爱你有暖身 我爱你有机会 我的情也对 我的爱也对 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不易 我的爱也不变 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 你又几分 你去想一想 你去看一看 月亮代表我的心 听听一个吻 已经打动我的心 深深的一段情 叫我思念到如今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你去想一想 你去看一看 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去想一想 你去看一看 月亮代表我的心 中秋快乐 加油了 中秋快乐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Superman 我们下星期五还是老 对 谢谢我们 谢谢张云女士 谢谢自拍 那我们今天就在 欢乐几分钟 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谢谢大家 最后一个需要 take down the CCP take down the CCP 拜拜 拜拜 太棒了 有机会 有机会 ok 我们就 问一声 造数的卖 自由 为何会变得 沉甸甸 是不是 流月的静泪 把你唤醒 又闭上了眼 问一声哭泣的孩子 问一声哭泣的孩子 又为何又变得沉默 我寡言 是不是 青春的广场上 子弹横飞 过雪红的天 是 远去的孩子啊 你在天上能否看见 这片大地上的苦难 重复的一遍又一遍 长大的孩子啊 已经让全世界干净 共同许下一个信念 让尽红来 让春归人间 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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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爆料合影 一句在一起 为世界新中国 法兵 民主和自由 而组成马拉雅 为一声亲爱的战友 为何要记得这一遍 因为是我们心的开心 因为往事不再如远 远去的孩子啊 你在天上能否看见 这片大地上的苦难 重复的一遍又一遍 长大的孩子啊 已经让全世界干净 共同许下一个信念 当尽红来 当尽红来 让尊贵人间 当尽红来 让尊贵人间 因为是我们心的开心 因为是我们心的开心 因为往事不再如远 问一声亲爱的战友 为何要记得这一遍 为何要记得这一遍 因为是我们心的开心 因为往事不再如远 是我们心的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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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心里有什么 我们心里有什么